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254集 雇佣兵这些亡命之徒 比任何人都懂得能屈能伸 只要活着干什么都成 更别说,侵染这实力确实又狠又可怕呀 侵染靠在车门上,低头玩手机上的小游戏 听到这句话,他抬了抬头,看向成目 箱子里还有肉吗 哦,成目反应过来,然后朝这边走 有,当然有,雏娘临走的时候准备了很多 他同手同脚走到了后备箱,拿出了里面的行李箱 又从里面拿出了保鲜箱,递给佣兵头子 佣兵头子十分真诚地说了一句 谢谢 然后拿着肉去烤架上烤 厨娘还贴心地准备了很多调料 瓶瓶罐罐摆了一堆 刚刚被踢翻了 只有外面有点灰烬,擦干净就好 雇佣兵的头子就询问秦染 想要什么口味的 秦染头也没抬 按着手机,挺漫不经心地开口 多放你了 好 雇佣兵的头子点点头 然后又拿起了一堆瓶瓶罐罐看了一眼 在里面寻找辣椒的标识 这群人身边 落队等人都能玄幻地看到 这群亡命之徒坐在烤肉架边 战战兢兢地烤肉 态度恭敬还十分地有礼貌 刚刚这些雇佣兵来了 秦小姐在烤肉 其实是真的烤肉吧 落队身边一人 难难地开口 这些人哪里打得过他呀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群雇佣兵当成对手 所以才心安理得地烤肉 诶 落队 你有没有看出来 秦小姐打架是哪个路子的呀 有人小心翼翼开口 这么凶 这么狠 他们看着都替那群雇佣兵疼 落队眯眼 好半晌后才开口 声音发沉 比雇佣兵都像是亡命之徒啊 所以 施力明浪了一下 似乎有所预料的 震惊地看向落队 落队目光没有偏移 他看着秦然 目光里多了尊敬 比雇佣兵更像亡命之徒的 我只在角斗场的生死擂台看过 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没说话了 分堂的人各司其职 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 都崇尚武力 崇尚高手 眼下所有人看向秦然的目光都变了 庄园里的人都去过角斗场 打的都是普通场 可是敢打生死擂台的 没几个 怕死 人之常行 落队还在看着秦然的方向 兜里的手机就响了 又急又躁的 他拿出手机一看 给他打电话的 是跟他们兵分两路的邹堂主 落队 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邹堂主这会儿还在车上 声音挺急躁的 我们已经过了二十六道 没看到马斯家族的人 我怕这是个计谋 你们别往前走了 我现在就去找你们 有消息传 蹲你们的是几十个雇佣兵 那些人下手喊 被他们蹲到 就不是货被拿走的问题了 听到邹堂主急切的话语 落队面无表情地 看了眼正在烤肉的佣兵头子 他顿了顿 然后开口 不用了 邹堂主听出他的语气不对 怎么了 落队淡淡出声 我们已经遇到佣兵了 什么 电话那头的邹堂主谋光一紧 声音都紧张起来 你们快走 先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抖 他们有没有围住你们 现在情况如何 哦 落队抬了抬头 他们在烤肉 落队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方向 那边 几十分钟前还气焰嚣张 笑得细血的雇佣兵头子 正在小心地拿着铁夹子 将烤肉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边 烤肉混合着油 发出细微的 披拉披拉的声音 他又伸手拿出一瓶烧烤料 撒了一层酱料 饱满醇厚的香味 散发了出来 庄园的厨娘 都是承水精心挑选的 尤其是来之前 承俊说过 秦阳的爱好 承水还特地挑选了 做肉一绝的厨娘 她腌制出来的肉 香味弥漫 手机里邹堂主的声音 没有立马传出来 她坐在为首的车上 正往落队这边赶 信号不好 你刚刚说什么 邹堂主的声音顿了顿 烤肉 她觉得自己 刚刚有一瞬间的幻听了 好好的 怎么突然冒出个 烤肉这种词 他们不该是打的 轰天轰地 或者是进行生死大逃亡吗 烤肉 是 烤肉 洛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们现在是往这边赶吗 嗯 邹堂主点点头 他抬手看了一下 手腕上的表 再等我们一个小时 他们分了两条路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时候 邹堂主已经停了车 一队车已经全速地 往这边赶 一个小时 应该能跟上 洛队他们回合 洛队习惯性的 嗡了一声 灵魂又回来了 哦 不用 算了 你们过来吧 他说完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邹堂主那边 把手机放下 车里的人 都紧张地等他的结果 怎么样了 那群雇佣兵 是不是去找洛队他们了 好像是去了 邹堂主的脑子里 还是在回想着 刚刚洛队的那句 烤肉 还有对方那淡定的声音 真的去找他们了 采购堂 一众人的神色一变 都催促着同伴赶紧开车 洛队跟秦小姐他们没事吧 要是没有秦小姐 洛队他们还能跑 多了他 那车人凶多吉少啊 邹堂主张了张嘴 觉得洛队那淡定的语气 事实 好像跟他们想象的 差得有点远 这边 洛队刚挂断了电话 雇佣兵已经烤好的一叠肉 放到了旁边的小桌子上 桌子边 还放了两个金黄的烤面包 秦冉就坐在桌子边 安安静静地开始吃烤肉 保险箱里还有一大半的烤肉 厨娘准备得多 秦冉没发话 雇佣兵头子就继续烤 见秦冉低头开始吃了 他一边翻着烤肉架上的肉 一边问秦冉 这位小姐 秦 我先秦 秦冉头也没抬 漫不经心地打断了他 低着眉眼 看起来漂亮又无害 这位秦小姐 雇佣兵头子摸着肋骨 心下不由打了个寒盏 烤肉怎么样啊 嗯 还行 再多加一点点了 秦冉点点头 认可了他的手艺 雇佣兵头子立马又撒了一层辣椒粉 其他几十个雇佣兵啊 就锁在一起 若是可以 他们也想跟老大一起烤肉啊 那个女人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魔王能不能看在他们烤肉的份上 待会儿不拆了他们呀 肉 整体不是很薄 烤完一盘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秦冉吃完了一碟 又喝了一瓶水 看着桌子上摆着的东西半赏 就伸手找石里面跟陈木过来 雇佣兵头子还在烤 他似乎爱上了烤肉了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烤肉 秦冉就从档子上站起来 让陈木他们吃 陈木点点头 他虽然惊讶 但这一个月来 他遇到过比这更崩溃的时刻 接受度比之前高了不止一两个档子 他还挺淡定的 坐在了小桌子边 开始吃烤肉 这雍冰头子体内强大的求生欲啊 将他的烤肉天赋给激发出来了 肉烤得确实比一般人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